女婚的婚姻来之不易 最初待遇双方决定之间自己家庭的时候 我相信都是奔着白头携牢去的 可是人生路几十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在之间会有态度变数 事也预知不了 女婚婚姻中如果男人出轨了 多数女人会选择原谅 亲朋好友也会劝和 但是女人如果出轨了 那就是食恶不舍 像过街老鼠一样 任人喊打 这份婚姻也就没有迫近从源的时候了 当今社会不是男女平等的吗 为什么要这样区别对待 多数女人是感性的 任人一个男人就会使心塌地 一条胡同走到底 如果不是男人伤痛了心 我想属于不会脉出婚姻中 最不该尝试的苹果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女人 就是耐不住寂寞 作奸自己 女人是傻的 他们一旦把自己交给一个男人 他会使心塌地地爱着他 恋爱是可能女人 不像男人那么在意对方 一旦她的婚姻 组建家庭 他们的心态就变了 女人们只会越来越在意 她身边的男人 把重心都放在她的小家里 甚至都会明知自我 当闺蜜讨论你为什么会嫁给她 你看中她什么的话 其实可能不少人会回答 她对我好 再让女人最傻了 当你是因为一个男人对你好 是谁大力嫁给她之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 她不再对你好了 你还有什么 除了孩子 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女人们千万不要 因为出一个男人对你好 我嫁给她 有一天 你不再感到温暖 她不再与你分享 苦与乐 你冰了 没人关心 高兴了 她也无所谓 你对她的苦口薄心 自于她都是过照 你对她的好都是你说当然 她又有了一个红颜 你对于她只是黄脸谎 你的好 她已经感受不到了 别人对她和512的 她却乐在其中时 但你何须挽留 女人至于爱情 到底是弱者还是强者 到底是活出自我 还是自欺欺人 男人也 niez 女人 人 感谢观看